今天是2024年1月2日星期二 歡迎收看開市最渣顧 今早我們有富途政券的高級策略師譚志樂 和譚海溫陪你一起開市 安勞 今個星期大事有什麼焦點 今天是整年的開市 所以焦點不僅是今個星期 我覺得你短期分開兩個市場看 現在很多人又會看美股 又會看港股 現在兩個都是完全不同的市場 在整個美股市場上的焦點就是看整個減息預期 可以浮現多少出來 其實現在市場已經基本上 如果你看利率期貨等等 派線了可能是減息四次了 但是幅度會不會進一步加大 這些市場其實是有猜測的 所以在美股上面主要圍繞著一些經濟數據 比如一些未來的就業數據 去判斷通脹放緩的情況 可以令到市場上有條件減息多少次 這就是美股短期整個市場上的一個最大的焦點 至於港股上面 就真的只是看重吃飯等消息 最主要就是看看有沒有什麼財政政策 去繼續穩定經濟等等 特別說未來會有很多關於 整個2024年的經濟展望的目標 GDP目標等等 這些消息會很影響市場的 所以港股A股上面就是內地市場上面 主要集中看一些政策為主 如果你在說外圍方面 就關注至至中港飛龍 一些經濟數據上面 去判斷減息空間有多大 觀眾朋友 如果你都有投資方面有問題 歡迎你WhatsApp給我們的 電話號碼是96133819 或者下載香港經濟日報HK ETF 在聊天室裏 說下你的稱呼和留言 稍後會回答大家的問題 現在先看看上日美股的情況 美國在2023年最後一個交易日才升後會 投資者在新年假期前沽貨獲利 道指輕微低開後一度倒升 收市跌20點 收補37689點 標指收市跌13點 收補4769點 納指跌83點 收補15,011點 納指金融中國指數上升1.2% 歐洲股市靠穩格 德國股市升0.3% 另外總結全年道指則升1.4% 標指則升2.5% 納指則急升4.3% 看看焦點科技股 上星期五普遍向下 Metta和Tesla跌幅要超過1% NVIDIA先升後跌 收市變動不大 收補495.22美元 全年累計升2.4倍 2月托證券形式在美國買賣 結科網股ADR 相比本港上日收市普遍向上 網易比本港收市高出3% 折合145.52元 騰訊和京東比本港上日收市略高 比亞迪和惠控都比本港收市高 比亞迪折合215.84元 電動車股ADR是個別發展 小朋友比本港上日收市略高 未來比本港上日收市低超過3% 一起看看亞太區的情況 在外圍方面 日經平均指數早段向下 跌75點 33,464點 首爾綜合指數升超過40點 升來普通股指數升39點 新西蘭50成份股指數升1點 稍後對緣盤 我們會繼續和大家跟進 現在和安奴談談的美股走勢 美股去年就叫做出負市場預期 大幅做好 標指升了24% 單單是最後一季升了1.1% 但未能夠升穿2022年1月的歷史高位 當時的高位是4818點 納指去年是競升4.3% 距離歷史高位 即是2021年11月的高位 只差大約7%左右 年底開始美股大幅做好 都是衝勁減息 利率期貨顯示 即是預期第一次減息 可能在3月就會啟動 安奴你怎樣評估 第一就是現在我想大家都在看 在這個高位的時候 其實美股能不能夠橫行 直至到減息正式開始 還有其實為什麼會啟動減息 就是都會憂慮經濟前景 你覺得美國有一個經濟衰退的機會 或者風險又大不大 這個我們去年也在討論著 但是去年就是討論著硬著陸 還是軟著陸 大家肯定經濟會衰退 但是最終結果出來 當然不是經濟衰退 大家看到甚至美國的GDP 真的還是很高速 但是通脹回落 經濟放慢這個趨勢在這裡 所以就看你怎樣定義經濟衰退 很多時候有些人會說經濟衰退 就是整個GDP放慢 或者GDP出現倒退的情況 其實都有機會的 現在計算到GDP的基數這麼高 就是說GDP上年的增速 差不多在接近4%左右 你說在這個情況下 會不會有機會放慢 一定會有這個壓力在這裡 但是市場現在關注著 其實就是就業市場 為什麼我們去年常在討論硬著陸 軟著陸 分別其實大家都在說經濟衰退 只不過就是軟著陸 說在經濟放慢的過程上 純粹因為高基數效應 但是失業率 整體而言是確保 還是一個低位或硬 沒有一個通縮的情況在 現在美國正在出現這個狀況 所以為什麼在11月份開始 大家的利率期貨 已經是夾給會減息 其實現在不是在猜 如果你看到利率期貨 和以前看11月前那段時間 是有一個很大的分別 在11月份前 大家猜減會減息是有機會的 但是可能就是一個機會率 上面是三成多四十個巴仙左右 如果你看回現在最新的利率期貨 1月31日的議息會議上 85%是猜減 是不會再沒有任何變動的 先看看一些 但是如果你說3月20日 已經是說有74%會減息 而每次 即是說來5月1日 6月12日 7月31日 去到第六次為止 即是說來今未來5次的議息會議上 不計1月份 都是說機會率高過50% 會減息一次 所以現在市場其實在市場 坐底起碼減息4次 減1里 甚至說中位數 是估計會減息5次 即是減1.25里 所以為什麼10年期的債息 就落到3.8里里的位置 但是問題就要留意 代不代表牛市 很多時候大家就用勝幅來計算 低位升了兩成 牛市 很多時候會這樣看 但是由於現在事件的變化上面 只是令到市場 確認軟著陸 你在軟著陸的過程上 你始終都有經濟衰退 所以很難 其實說長期在升一個 甚至說 會不會減息周期開始的時候 開始的市況 開始調整 反正這個機會不需要 所以不是在想 市場會不會高位橫行 然後減息開始就升上去 未必是這樣想的 相反地就是整個 軟著陸的那個情景 是否能夠順利地進行 如果能夠順利地進行 我們未估很大機會 繼續在高位位置徘徊 因為即使現在在高位上面 但是企業仍然能夠 撕上去 不是一個很嚴重的經濟 所以退側沒有通縮 沒有失業率大升的狀況 整個經濟仍然保持硬正 有條件吸著高估值狀況 但問題就是如果整個 軟著陸的過程 慢慢開始變得硬著陸的風險 正正正說 為什麼 看不只是看CPI、PPI 看就業數據為主 就是你要留意有沒有一個硬著陸的風險 如果整體就業市場仍然很穩定 現在市場有信心的 所以高位的橫行機會比較大 所以我覺得指數方面 破不破頂 就算破頂也好 應該沒有什麼條件行一個大牛市出來 因為你始終說 今年2024年來講 美國很多企業上面 我想EPS升幅的壓力一定是會有 但是就未去到那個情況 暫時見到出現EPS下行 就是每股盈利下行的狀況 但我不建議看太遠了 因為你說如果我們參考上去年 我都看太美股過了 但是到年中的時候 就是發現硬著陸的情況是不出現的 就要去改變 所以我覺得一個季度一個季度 先看 美股暫時第一季上面 我覺得在減息情況出來前 這個憧憬 或者預期可能會減息五次 可能還有機會六次 在這些因素下 帶動它再升多一點上去 我覺得機會也會大 所以我覺得如果你是暫時第一季 美股的看法上面 都仍然會比較正面 好 正面的意思是 都在目前的水平橫行 因為其實有幾個環境 第一就是繼續升 有急升和慢升 也有一個情況就是大家都憂慮 升到這麼高的時候 會不會一跌下來那一刻其實會急呢 你覺得急跌這個情況是否暫時可以排除呢 又不敢用排除來形容的 你這樣無緣無緣有什麼地緣政治因素打仗 怎麼不急跌呢 那個問題你不可能今時今日 你通常可以用排除這件事 真的是大牛市 你一個大牛市當中 你當然排除會有急跌的情況 人炒我炒到世界末日為止 然後才急跌的 通常都是這樣想 現在的市況一定不是這個狀況 所以你不可能樂觀到 用一個排除的狀況 如果你可以排除急跌 就不止樂觀了 現在大牛市叫大家直接去買東西 沒有去到這個狀況 但是急跌的可能性的確不高 現在暫時來說 因為你看到整個就業市場上面 真的很缺一 你說整個美國的流動市場上面 那個勞動人口的缺乏 那個緊張的情況 仍然是非常之厲害 在這個情況下 很難會導致短時間內 出現一個大約量的失業率大升的情況 去年其實都試過 美國企業嘗試有進行裁員 最後都是不點 請回一 所以才導致到去年的市況 硬著落那個情況 沒有預期中這樣發生 但是要留意一下 就是11月份的故意 我們看到升得很厲害 低位升的差不多接近兩成 其實第一方面未夠兩成 第二方面夾淡倉而已 夾到七七八八的 再要夾上去 再要短期升上去 空間又真的未必太大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美股上面 你最多都是圍繞著 一些個別股份 個別主體來做炒作 但是你說說 整體指數的大方向上面 我覺得都應該保持上升軌 好 我們看看上日恆子的走勢 然後就跟Arnold聊聊的港股 去後市的看法 恆子上星期五 微升三點收市 守著在17點結束2023年 恆子收報是17,047點 微升三點 全年合計勒跌了2734點 跌了1乘4 是連跌第四年 國企指數 都是微升三點收市 收報5,768點 全年都是跌1乘4 科子收市微升不夠1點 收報3,764點 全年跌8% 大使全日成交只有751億 北水在2023年最後一個交易日 轉為吸資18億8千萬 繼續以買入中移動和中海油等個股為主 中移動有6億4千萬的北水淨流入 中海油有3億9千萬 騰訊有1億1千萬 股價回套4%的小米 有2億4千萬的北水淨流出 美團有1億7千萬 中芯有1億1千萬 我跟Arnold談談過恆子大使 連續第四年向下 指數在1964年面世以來 第一次出現是連跌四年 累計四年累計跌了四成 昨天1月1日 中港股市都是假期 但內地出了一個不太理想的數據 國家統計局周末期間公布了 2023年12月 中國製造業的PMI 最新的數據是49% 市場原本預期是49.6% 即是最新的數據是差過市場預期 比起11月份 亦跌了0.4% 連跌3個月 創出半年最低 同時亦連續3個月低於盛衰分界線 不過理好方面 人民幣匯價年底開始就回升 修復7.1水平 隨著美國減息預期升溫 美匯指數回落 人民幣就有望走強 港股今年第一季 你會預期怎樣走呢 就是兩件事 第一個人民幣走強 預期有機會就是你好港股 第二就是PMI的數據 其實做得不好 但也有不少分析說到 可能真的刺激一些政策措施 可能會第一季出台 你覺得這兩件事能否帶動恆子 第一季會做得更好 很主要靠這件事 應該這樣說 背後的邏輯性 不是說這件事會否帶動好一點 相反地 因為始終大家經常都 這個大家都心碎清都知道 你中港股市上面 始終都是政策市